美国总统特朗普作为推特平台的高人气红人 也为推特带来了不少的用户 但是最近推特平台对特朗普发表的一些推文内容 就加上了事实审查的标签 让特朗普很不爽 扬言一定会采取行动来对付推特 昨天特朗普他果然是说到做到了 在白宫正式签署行政命令 监管社交媒体公司 他还下令司法部长巴尔呢 要马上曹尼法例规定所有社交媒体公司 必须为政治审查等行为负上法律责任 不过美国的法律界却认为 特朗普这项命令可能会涉及违宪 因为根据美国1996年通讯传播正当行为法第230章 该法律是保护面子书 YouTube和推特等社交媒体公司 得以不用对用户所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 这使得社交媒体公司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平台 而不是可以被起诉或者诽谤的发布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一千 加强监管社交媒体的指示马上生效 这样一来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人 针对用户内容的审查权利将被削减 以确保大众的言论自由免受到威胁 特朗普抨击社交媒体不是中立的平台 并特别点名推特推行的所谓事实审查 完全是存有政治动机 这是不恰当的 对此面子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在接受美国普克斯新闻台访问时 就附和特朗普跟特朗普站在同一阵线 他表示社交媒体应该给予所有用户 包括政治人物在内有足够的言论自由和空间 而不是去充当事实重裁者 除非言论内容涉及暴力或者恶意伤害 只是被特朗普公开修理和教训的推特 作为公司CEO的多尔西 却不打算向特朗普低头 坚持为推特护航 他在推文当中写道 推特并没有试图扮演事实重裁者 只是将相互矛盾的陈述联系起来 表达某则讯息具有争议性 好让民众可以自行判断内容的真伪